目前人類對絕大部分的病毒束手無策 最有效的方式是疫苗 讓疫苗升級身體的免疫系統 像是記住某某病毒的臉之後 之後病毒就難以入侵了 今天讓人人心狂王的冠狀病毒 其實他以前是個洛基 一點都不可怕 但為什麼突然變得這麼厲害呢 傳染病分為兩大家族 細菌與病毒 簡單說細菌是生物 只要有外界的養分 自己就能分裂繁殖 但有一個超級剋星 就是抗生素 例如梅毒就是細菌傳染病 可以用青梅素搞定它 病毒無法靠自身繁衍 只能寄生在別的宿主上 像是植物、動物、人類、甚至細菌 它入侵細胞 靠細胞分裂、複製 來繁殖自己 不算是完整的生命體 需要和人體細胞結合 介於生物與非生物之間 因此難以用藥物殺死 如果你贏藥消滅病毒 那麼也會把健康的細胞給廢了 最好的辦法就是 依靠自身的免疫力 和病毒打到和解 目前人類對絕大部分的病毒 束手無策 最有效的方式是疫苗 讓疫苗升級身體的免疫系統 像是記住某某病毒的臉之後 之後病毒就難以入侵了 目前人類對病毒的戰爭 只贏過一次 就是天花 天花最早奪走了五一條人命 不過天花家族中 有一個豬隊友牛豆 牛豆跟天花長得很像 但威力遠不如天花 人們中逢牛豆疫苗 讓免疫系統擠出天花的樣子 之後天花只要一入侵 馬上就會被逮捕 也因為這樣 人類消滅的天花 但其他病毒可沒有豬隊友 還每年少改版或升級 你根本抓不到它 溫通病毒最早在1960年被人發現 而且默默無聞 因為那時它只是人類傳染病界的弱基 只有在其他哺乳類和鳥類之間傳染 但到了2002年11月 冠狀病毒迎來一位明星成員 就是SARS SARS原本是俄軍球員 寄生在蝙蝠身上修煉 但SARS靠著果子儀當跳板 身上了一軍 當SARS病毒進入人體後 之前在蝙蝠身上修煉的魂厚內功 彷彿來到天堂 它會吸收健康的細胞 並利用它開始複製病毒 然後病毒就會以極快的速度 在人體內擴散 但人類自己也有免疫系統 就像一支軍隊 會對抗入侵的病毒 有免疫系統沒看過SARS 想說這哪來的菜雞啊 甚至發動抗體攻擊SARS 但抗體與SARS不吻合 無法有效驅離 眼看著對手這麼厲害 人體只好高速運轉 用各種大絕招攻擊 於是就會讓人發高燒 咳嗽與呼吸困難 最後呼吸衰竭 雖然病毒是驅逐掉了 但卻把人體搞得死去回來的 甚至死亡 這在醫學上有專有名詞 叫做細胞因子風暴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 2009年的H1N1 這都是主要致死的原因 由於SARS是病毒 用抗生素沒暖用 SARS的治療只能使用退燒藥 人工輔助呼吸 抗病毒藥物 和高劑量的類固醇 來減輕身體負擔 最主要的還是得靠自身的免疫系統 17年過去了 截至目前為止 尚無任何對SARS有效的藥物 或是疫苗問世 SARS是第一個登上疫軍 並且大開殺界的冠狀病毒 逼得人類不得不開始重視它 2012年又來了一位明星球員 中東呼吸症候群 MERS登場 第二種能殺人的冠狀病毒出現了 但MERS非常暴躁 比起SARS的死亡率是15% MERS則高達30% 但傳播能力不如SARS強 因為宿主死亡的太快 接著2019年底 武漢性型冠狀病毒來了 是第七名上疫軍的冠狀病毒成員 也是第三位明星球員 科學家稱呼他為NCOV 或是武漢肺炎性型冠狀病毒 人類對他的一切都還很陌生 包含怎麼來的 會不會異變死亡率多少都還不知道 那為什麼這三位明星冠狀病毒都這麼強呢? 因為他滿足幾個明星條件 第一個 就是要有很強的傳播能力 像梅毒、Y滋病那種靠性行為 血液疏送的感染 實在太慢太low了 要大規模傳播 當然是要靠打噴嚏、流鼻水和講話 這種飛沫傳染最有效率 而厲害的病毒 不能一開始就大展神威 把人類殺死 必須潛伏一段時間 讓活蹦亂跳的病人 神不知鬼不覺的傳染給他人 這樣才能達到大規模傳播的目的 且明星病毒都具備有快速變異的能力 病毒知道人們會研發疫苗來對付它 但他們可沒在怕的 冠狀病毒的遺傳物質是RNA 和DNA不同 DNA是雙螺旋結構 兩根鏈條有對應備份 RNA只有一根鏈條 所以可以輕易的精英重組 文組聽不懂沒關係 簡單說就容易發生異變 提高了研發疫苗的難度 像是免疫系統今天 記住了某個病毒的長相 明天那個病毒又異龍了 根本抓不到 還有一點 最可怕的是冠狀病毒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蝙蝠 是他的自然宿主 因為自然宿主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個是壽命長 第二個是不怕病毒 這張病毒才可以在他體內 長期練骨最後進化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風 開起來